你遇到的困难就会后悔遇到我 就跟我爸一样 把一辈子的不得知全都怪在我和我妈的身上 觉得当年是我们拖累了他 是我说错话了 你别往心里去 不要生气了 是我错了 我听你的话 怎么去考教师资格证 然后去学校面试体育老师 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我已经决定去米兰了 那我在这边手伸如鱼等你回来 当作是惩罚 顺便学个意大利语 这样寒暑假还可以跑去找 干嘛叫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周小琪 我不是不能原谅你 只是一想当你说的后悔两个字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你了 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的话 以后的人生可能都让不开这两个字了吧 我们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可是我只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啊 我也是 但我们都做不到了 不如放开彼此 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最后 我还是想告诉你 周小琪 我唯一不后悔的 就是跟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 从未拥有过 和拥有后又失去了 哪一个跟头 抖音 我还是好弹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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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